今天是歷秋的時候 也是要吃一些讓自己能夠 清清爽爽的料理 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是熱 不過開始慢慢的 在這個晚上的時候就會稍微涼點 沒錯 所以呢還是 但是白天還是很熱 有時候還比夏天還熱 所以其實現在的一個飲食方式 譬如吃對現在 有時的水果 對 我跟你說 尤其這好處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颱風天的時候吃都還比菜便宜 對 而且還有飽足感 對 我覺得這個水果蠻不錯 第一個它有水分 它有飽足感 它有一個清熱 豐富的維生素 對 一些清熱的作用 那什麼水果呢 來 就是這個 火龍果也可以做菜 火龍果 我知道有鳳梨可以做菜 香蕉也勉強 但是火龍果真的沒硬果 火龍果有十個媽媽買回去 有十個媽媽都是切一切 42個 頂多比較用心一點再冰一下 對 我有冰一下 用心的有心的 來 吃媽媽冰 那今天用這個火龍果來做菜 用火龍果來做菜 頂多真的只會拌沙拉 水果沙拉 像目前看到的最常見的就是沙拉 沙拉 什麼和風醬 對 拌一些蔬菜有的沒有的 對 那我今天教你這個是可以宴客的 這個出來的菜色來講 我們定位大約都在 只要這個火龍果 做出來的菜 我們定位大約都在一萬塊左右 一萬塊 這麼誇張 因為它整個我們今天用的是 你看這樣一整顆 一整顆 對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剖對半 剖對半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鮪魚焗火龍果 還可以做焗烤喔 哇 焗烤也是蠻好 因為什麼 放進烤箱就好 放進烤箱就可以聊天 對啊 對 蠻適合的燕客 我這邊有兩顆火龍果 那要怎麼做呢 先放旁邊 這樣買回來火龍果 這個你把它清潔完之後呢 你像這個拿刀子 來 先把這個多餘的 這是葉片 把它削掉 把它修一下 對 媽媽如果覺得用菜刀太麻煩 也可以用剪刀 去頭去也把它切掉 切掉完之後 剖中間 對 中間把它剖開 好 中間就這樣把它剖開 拉開 就像這樣子 哇 這是很熟悉的做法 那拉開之後呢 你可以用家裡的這個鐵湯匙 去把火龍挖起來 那沒有像我是可以有一個挖球器 也可以 比較可愛 對 就這樣大個 就把它弄起來 這樣一顆一顆把它弄起來 弄這個好處就是 剩下的 火又可以跟其他水果做一個拼牌 可以做冰淇淋 也可以這樣一球一球 你就放在水果旁邊 放在西瓜旁邊 當裝飾品 也可以吃 這邊 我們家裡這些基本食材 應該都會有 家裡有沒有玉米醬 有 罐頭 對不對 你常在做一些焗烤 是不是有一些 有 在冷凍庫 然後鮪魚罐頭應該有 你有小朋友 對 這鮪魚罐頭有分 這幾種都是可以怎麼樣 長期存放 所以我家裡真的都有 罐頭很好放 洋蔥很好放 培根可以放冷凍 麵包我跟你說 吃不完的丟冷凍庫 就打成這個 聰明 真的 今天就用這些食材 來幫你變化出 就是一個燕客材 來 培根先下 有培根的油脂 這裡面其實我今天是搭配 油的東西先放 對 我今天搭配就是冰箱 基本上會有的東西 如果媽媽 你在裡面 冰箱打開還有一些什麼 海鮮料 都可以加進來 不用擔心 只要我們今天的這個份量 必定你把它抓好就好 好 溫度上來了 有蝦子就更好對不對 對啊 有蝦子也更好 像有時候我們可能 可能客人來的時候比較 可能父母親來 或者是你今天要 真的要搭配 你就是放棉蝦肉 炒蝦肉進去 好好吃喔 洋蔥進來 這兩樣的香氣把它煸出來 培根 洋蔥都是很香的 對 你一定要煸過 所以炒過才會有這個香氣 把這個豬油煸出來 對 其實我們也沒有加油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用的是 火龍果的皮當中 你烤太久 它會產生什麼 會軟吧 會水 對 水就塌掉 那不然烤太久 所以裡面要先熟 所以為什麼這個菜出來之後 大家會很驚訝說 哇 你真的好厲害喔 把這個水果弄成中間去焗烤 差別就在這裡 火龍果也可以這樣鳳梨這樣用 可是你的溫度 然後怎麼烤 你要把它掌握好 好 來 這個香氣一直把它煸出來 有 有 這個香裡面就整個香噴噴了 對 因為焙燉到洋蔥味道就夠了 對 好 來 這個香出來了 現在把這個鮪魚 香 配料金 可以 這個鮪魚它有水製的跟油製的 這兩款你自己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放進來 你有說 我 就給我摸那些油的 你就選擇這種 有時候我把那些熟的 你就煮油的 對 來 不要去把它剝到很散 好 還要吃得到料的感覺 對 把它吃得到料 這個才變得香 這肉加上魚對不對 叫做什麼鮮 就鮮 香 灌頭的東西炒過還是比較安心 一定要炒過 它香氣又不一樣 香氣又不一樣 人家也吃不出來 你這好像不是半坨煮妝 至少有煮過 不要有煮過層 對 這就是我們的焗烤醬的主要食材 打底把它打好了 好 好 現在我把火煮到 我關掉了 好 關掉了 為什麼要關掉呢 我這兩個東西要進來 來 玉米醬 玉米醬 我用了玉米醬 我就不用再加一些勾芡的麵粉 對 很聰明 一大堆的 比如像還有現在什麼牛奶 所以你看我們這裡面也沒有加油 也沒有加麵粉對不對 對 你看 油就用培根本身自己的油 然後這個麵糊的部分 我們就用玉米醬 對 玉米也是澱粉類啊 也是啊 這就把它處理好了 好 你看培根是有鹹 對 這個玉米本身 玉米醬它有甜度 這樣就好了 在這邊拌一拌 用鍋子的熱氣去把它拌一拌 拌一拌就好了 好 有沒有 好 來 這樣喔 你本身這個濃稠度 你再加這個火龍 我用什麼火龍果呢 火龍果在這 肉呢 肉 你不要把它沖在後面 你待會要頭吃 你要用喔 他當然要用啊 你不是說可以那個 試說配西瓜盤啊什麼的嗎 我是說如果多的話 你找輸不然差點就輸了 藏在後面耶 對啊 好來這邊還是熱熱的喔 放這邊好 好 來這個起司進來 這個起司天然的一個 他吃放起司 其實不是要放上面烤的喔 沒有 沒有 你放起司放上面烤 我以為是放上面烤耶 你烤好了之後 它整個香味就在上面而已 我現在全部把它拌在裡面 這樣子喔 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喔 來你看 它是半融化的 對 是不是更稠了 對 更稠它就有能力的 把火龍果本身的水分把它拔出 喔 開始了 你看開始了對不對 對 我現在一大包起司 我都不知道這樣用 不這樣子用 很好用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耶 耶 哇 所以水果不用下鍋 對 直接用拌的 我現在拌鍋子是熱的嘛 對 所以這邊產生什麼有熱度了 對 那我的焗烤時間 中間又不會那麼久 對 不用那麼的久 對 來這個再把它拌一拌 真的就有火龍果在裡面 不是只有可以 不行 這全部就是要把它包在裡面 好 這個濃稠度這個還不夠喔 等一下它在烤的時候 它是融在裡面的時候更多 好好奇這個味道喔 我可以幫忙裝填 可以 可以 這樣就能夠吃 喔 哇 這我竟然看起來很像 對啊 這有時候旁邊你可以烤 之後搭個餅乾 你可以挖著吃 真的 墨西哥餅乾那種有沒有 這樣可以嗎 或者是弄在麵包 可以讓它高一點點 讓它高一點點 讓它有點通的感覺 好 弧度才會漂亮 好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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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可以吧 可以可以 很好很好 好來 整個它外面 外觀的部分 讓它酥脆又可以鎖住 來 麵包粉 喔 反而撒在上面是麵包粉喔 對 看好喔 撒上去 哇 我們家真的麵包 每次那塊皮沒有人吃 我都把它丟在冷凍庫 然後隨時就可以做這個 好來這邊壓一壓 可麗餅啊 那壓一壓 不錯喔 壓一壓 焗烤龍果 這樣 好 就拿一個盤子墊在底下 好 烤箱的溫度呢 我們先設定在250度 250度 然後記得 還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上火而已 上火而已 喔 只要上火而已喔 哇 然後把它放進去 可以放嗎 還蠻重的 有重量 雜雜實實的 喔 上火就好 上火就好 好 烤個十分鐘 好 十分鐘就可以囉 好 十分鐘 只要十分鐘 我們的火龍果 就可以上桌了 宴客菜耶 稍等一下來看看 好 十分鐘過去了 我們來看看 大家看一下喔 哇 真的很漂亮 上面金黃金黃的 你看看 酥酥香香的 下面紅頭上面金黃金黃的 來 這個喔 你看這個有沒有 對 裡面軟軟的 所以你要拿一個刀子 用刀子滿好用的耶 好用啊 你不要直接用夾子 夾整個把它擠 很軟 它裡面的果 果汁 這都爆漿喔 對啊爆漿喔 你看這個香氣不斷的飄出來 真的 哇 鮪魚焗烤火龍果 鮪魚焗烤火龍果 裡面真的有火龍果 來試吃 超鮮美的 因為 魚的味道 再加上水果的甜 對 很搭 然後加上起司的濃郁 很搭耶 火龍果你吃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一點水果的甜甜這樣子而已 其他沒有什麼任何味道 因為蛋很軟 對 然後我們補足了它所有的這些有海鮮味 對 包括有這個起司 還有一個玉米的甜 所以它變成在裡面 這個火龍果它活起來了 對 不小心就吃完了 才挖幾口就快要吃完了 而且還可以刮旁邊的肉 對 因為火龍果很適合做的 因為它不會很酸 不會很酸 對 它味道其實不會很搶 對 所以它這樣做的時候它其實很溫和 很溫和 所以你的旁邊的食材 你要不斷地 有一些東西去點它一下 點它一下 對 它就活起來了 好吃 最主要很爽口 然後呢 又有一些我們家店濃郁的味道 對 所以它有水果的那種清新 可是你會覺得有大菜的感覺 好吃 吃吃看囉 現在立秋對不對 做個這個烤一下就可以了 OK 很簡單 而且又是很低熱量